曾經有那麼一位角色 他純真善良 一絲邪惡都沒有 曾經有那麼一位角色 他看起來如此智障 卻成為最重要的救世主 嗨 大家好 歡迎到BIMO講歐美動畫 我是柯基 今天我們再次回到天明公園 這大概會是人物介紹的最後一集吧 我們來好好講一下 看起來愚蠢愚蠢的棒棒薄 我相信一定會讓許盾大辭一驚 一樣啊 今天是請 第一 我只是稍微提提這位角色的故事 其他更詳細的可以觀看原動畫 第二 千萬不要得注意啊 害怕的人情緒病難 那我們開始吧 棒棒薄 英文中英名稱為帕布 就如同名字一樣 是一個有著棒棒糖模樣的老頭 但他卻沒有年長者的思想 也對反而是如同小孩子般的純真 不過 與其說是純真 不如說是智障 舉例來說 每次當他要付錢 他都會拿出棒棒糖 因為對他來說 棒棒糖就是他的真錢 更不用說他在其他事情上 根本就像0智商的老頭 例如去繳稅的時候 會拿棒棒糖去繳稅 導致整個公園才會被政府徵收 而劇主 卻很快的在第1季第9集 揭曉為什麼他會那麼智障 在那集 鳥哥與阿天穿越回到過去 而在那裡 年輕的棒棒薄正如同一般人一樣 卻沒想到 他們竟然開車 輾過棒棒薄啊 讓棒棒薄從此變成一個阿打 過著糊裡糊塗的人生 他也並沒有因為因此阿打而被歧視 因為在他頭上還有一個超級大富豪爸爸 棒棒也在支撐著他 除此之外 他還有極高的摔角天賦 甚至還成功挑戰男子和職業的終極任務 也就是在一定時間內喝一公升的牛奶 但 除了這些 就幾乎沒什麼特別的了 他的主場級數在前七季 甚至比上一集的南大山還要少 大多看見他 都是他阿打阿打出現的時候 也是因為那阿打的反應 才能將許多場面用得很歡樂 我們觀眾會喜歡他 也是因為那不帶一絲甲質的善良 正當我以為棒棒薄 就只是一位這樣如此簡單的角色之時 一切都變了 在第七季第五季 一個圓頂造了下來 將整個青年公園困住 在鳥哥他們協力之下 才突破這個困境 然而 問其棒棒也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卻只是說著 老子只是有錢 想買個圓頂造住公園而已 劇情逐漸變得詭異 棒棒薄也開始發覺其中的不對勁 多次想要了解這一切 卻不斷被阻擋 而他們也被賦予了 只要圓頂發出了什麼命令 就必須馬上回去了使命 就在第七季31集 更是將事情的詭譎推向最頂端 棒棒薄對阿天鳥哥訴說起 自己最愛觀賞的行星 一顆粉色 跟棒棒薄本身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星球 讓人察覺其中的詭譎之處 更別提棒棒薄為看見那顆行星 甚至輸出了念力超能力啊 這時 我們都發現了 昆特想要利用棒棒薄 將天秤公園完結的事情 很快 第七季結尾 公園被射向太空 大家成為類似太空人的身份 與其他公園的人一同接受培訓 成功畢業之後 就要去殖民其他星球 數不知 太空中散佈著某種傳說 一個關於天選之人的傳說 而棒棒薄也不斷做著詭異的夢 夢影的人不斷要棒棒薄告訴他 自身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棒棒薄也硬起來 用超能力將對方擊退 林黛告訴他自己的所在之處 下個瞬間 太空總部就遭到襲擊了 一位跟棒棒薄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角色登場 唯一的不同就只是他是全身黑而已 但 他的實力跟棒棒薄完全是不同一個層次的 他輕鬆的將太空總部弄得意義團糟 更別說他竟然還能將人存在抹消掉 總部的領袖如此說道 傳說中 將一切抹消之人 伴隨著這句 太空總部也被摧毀了 阿滴他們藉由許多人的犧牲逃了出來 並且瘋狂逃命 途中不斷接受了許多人的幫助 而他們也逐漸理解到 在棒棒薄身上 的確有著什麼使命存在 而他 也不斷被外面的人稱之為 天選之人 他們歷經了千辛萬苦 找到了錄影帶與播音機 插入錄影帶 上頭顯示的畫面居然是棒棒爺 原來 在幾十年前 棒棒爺在外地研究時 一個類似隕石的物體掉落 他興奮的過去查看 明昭照在那裡的 竟然是嬰兒的棒棒薄 而棒棒薄手裡 還握著一份卷軸 上面寫著 宇宙中有兩個兄弟 一位是純粹的善 一位是絕對的惡 而那裡正是棒棒薄 與另一位反棒薄 他的命運就是每隔一百四十一年 決鬥一次 為保護棒棒薄 棒棒也將他藏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公園 他希望棒棒薄能夠平安長大 但可惜的是 命運仍無法抵抗 有許多訊息都顯示著 反棒棒薄正逐漸靠近棒棒薄 棒棒也逼不得已 只能將棒棒薄衝去太空 去完成他的使命 也就是前面提及的 原定實驗 他謊言的說著 聽著 孩子 即便我不是你真正的父親 但你 永遠都是我真正的孩子 接著錄像就結束了 連帶著是一位高手跳的出來 並宣傳要將棒棒薄訓練成 能夠將反棒薄解決的人 經過高手的指導 棒棒薄很快地就達到 難以想像的強度 但 他是棒棒薄 是最純粹的善 他不想戰鬥 但他不想讓朋友們死去 於是他 選擇與反棒薄溝通 嘗試與對方見面和解 殊不知 絕對的惡是不可能跟純粹的善 達成什麼共識 因為 在善的眼中的善 是善 在惡的眼中的善 卻是惡 兩人看見之後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高手就這樣被絕對的惡魔消耗存在 棒棒薄頓時理解 他必須戰鬥 即便這一切非他所願 他依照線索找到了最終決戰之地 也就是在第七季31集 棒棒薄一直想要看的星球 而那裡 也正是棒棒薄的出生之地 在那裡 甚至有許多長得跟棒棒薄很類似的人 他們帶著鳥哥他們理解的歷史 並坦承到 他們兄弟之間的決鬥從來沒有分出勝負 每次最後的結果 永遠都是雙方的拳頭互撞之時 與這被他們強大的力量干擾 一切再度重置 可是 再怎麼重置 雖然一切都會變得有點不同 但棒棒薄他們仍舊會因為命運的安排 在141年後再度對決 棒棒薄 決定為了朋友好好的去戰鬥 他欲反棒棒薄站在命運之地的舞台上 雙方都拿出實力對打 而阿天他們也從旁協助 殊不知 反棒棒薄的實力太強了 阿天他們一個一個被魔消掉存在 宇宙也逐漸崩潰 棒棒薄無能為力 正在他準備使用拳頭衝撞反棒棒薄之時 被阿天與鳥哥他們阻止了 宇宙就差了那麼一點就要回歸重置 棒棒薄看見自己最好的好朋友 阿天與鳥哥也死去了 那感到十分難過 卻沒想到 阿天與鳥哥只是掉入了時間的細鳳 他們很快再度回來 並且與棒棒薄再度奮戰 可惜的是 反棒棒薄根本是怪物 彼此根本沒辦法擊倒對方 唯一能終結這場鬧劇的只有平手 就在這個基礎下 棒棒薄想到了一個最適合他 也是唯一能夠終結這場鬧劇的最佳方法 他這次 如同飛蛾撲火般 彼此衝撞反棒棒薄 將對方一把抱住 用自己的感覺 用自己的愛 渲染對方 反棒薄很生氣的對棒棒薄說著 你這招是沒用的 你一旦鬆手 我就會殺了你 棒棒薄卻平穩的說道 我知道 所以我 並不會放開你 這時 棒棒薄才發現 他們正衝向太陽 沒錯 這就是棒棒薄所能做的最佳解答 不喜歡爭鬥 只喜歡快樂的他 唯一所能做的 一樣是平手 但 卻是同歸於盡的平手 此時阿天與鳥哥 也收到來自這位還有我的最後訊息 你們不要擔心 我知道你們很傷心 但我保證 這是最快樂的結局 照顧好對方 我們 再會了 於必 他與反棒棒薄 便一同死在太陽的高溫之中 頓時 白光閃爍 一切都回歸正常 被魔削的半生他們回來了 唯一遺留在太空中的公園回到了地球 所有人都興高采烈的去迎接他們 唯有棒棒也望著天空 察視著眼淚 過了不久 他們在公園裡豎起了一尊棒棒薄的雕像 上面很簡單的寫著 他喜歡追逐蝴蝶 他喜歡大笑 他拯救了整個宇宙 他是我們的朋友 棒棒薄 於是 天命公園也就以棒棒薄的時期作為最佳的結局 而這 也是昆特下定的決心 好了 簡單總結一下棒棒薄吧 他是在劇中真的唯一沒變過的角色 他就是如此的純真 如此的傻蛋 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他人 他的確極數少的可憐 但卻在最後兩際展現了自己的價值 他也曾想改變自己的想法 比方要搏戰鬥 即便這與自己的意志相反 但是證明 他不需要改變 他只要做自己就能搞定這一切 沒錯 他最後同歸於盡 或是會讓許多人感到一點吃驚或難過 可能還會怒嘴一下昆特說為什麼要讓他領便當 但仔細想想 這個做法 卻是最完美貼合棒棒薄這位角色的設定方法 在不傷害一切的前提下 唯有犧牲自己 才是最佳解答 可這也只有 存出的善 棒棒薄才做得到 在這個人人以利為前提的世界裡 棒棒薄這位清流的存在 完美的將天兵公園提升了一個不一樣的層次 他時常說著 好秀 好秀 而他也卻是在最後讓這部動畫成為最好的秀 謝謝你 棒棒薄 我會永遠記得你的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下次我將要稍微讓各位了解一下 天兵公園第七季與第八季究竟在演些什麼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下喜歡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是科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